我清晰地记得,特朗普访问沙特时,一举签下三千亿军购大单,创下美国对外军收历史记录。 董王站在生意人的角度出发,对卡书记之死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只要沙特出钱,董王就可以不要民主和人权的避廉。 一切为了美国,美国优先。 可拜登此番中东之心匆忙结束,几乎没有掀起一丝波澜。 拜登访问中东,主要有三大核心目的。 一是重启伊核协议,逼迫伊朗放弃核武器。 二是施压沙特,让沙特石油增产来抑制美国通胀。 三是打压又加,限制俄罗斯通过能源出口获得滚滚裁员。 从财政角度去限制俄罗斯对无战争的能力。 从结果来看,这三大目标拜登是一个都没完成。 我们先说第一个,逼迫伊朗放弃核武器。 自从特朗普撕毁伊核协议后,伊朗几乎就不再可能放弃核武器研发。 因为特朗普让美国的信用扫地,伊朗对美国政府已经失去了信任。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,美国疲于应对俄罗斯,根本没有余力来对付伊朗。 伊朗得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核武研发机遇,伊朗岂能放弃这个天赐良机。 对伊朗而言,现在正是加速发展核武器的大好时机,绝不会因为拜登口头上的施压,就放弃核武研发。 况且在俄乌战争后,国际优价大涨,伊朗也大赚了不少。 伊朗跟俄罗斯进一步靠拢,还能借助俄罗斯来平衡美国,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发展空间。 现在的伊朗比特朗普时期的伊朗更加具有主动权。 在访问完以色列,拜登也只能骂骂咧咧地丢下一句,比伊朗更可怕的是,伊朗有核武器。 其次在施压沙特,让沙特增产石油方面,拜登并没有得到萨勒曼的承诺。 在拜登访问完沙特后,双方发表的公开声明中,萨勒曼公开称,沙特有能力将国内石油产量提高到1300万铜每日,但暂时没有额外的能力,将原油产量继续提高。 沙特能源部长表示,预计到2027年,沙特原油产量将有望提升至1300万铜每日,这是摆明了不给拜登面子。 等到2027年,拜登早就下台了,俄乌战争恐怕也早就打完了,顿巴斯怕是已经化入恶土。 为什么萨勒曼不给拜登面子? 因为萨勒曼和民主党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矛盾,如绿色环保计划,卡书记直死等等问题。 最重要的是,经历疫情危机后的美国,在持续的通胀打击下,美国内部种族冲突,阶级冲突,政治撕裂,已经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凝聚力和美国国力。 而俄乌战争的爆发,又对东欧地缘政治带来了重大变故,它在深远地影响着全球政治格局。 就如普京所言,俄罗斯要打破美国主导的不公平的世界秩序。 在这个动荡的国际环境下,对沙特而言,不能轻易地选边站队。 谁知道美国这个世界一个还能当多久呢? 何况沙特看俄罗斯有价便宜,顺手就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留着自己用,再把自家的高价又卖给欧盟。 沙特把欧盟当主宰了,还给普京做了人情,一举两得。 沙特不想得罪普京,也不想得罪拜登,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字,拖。 通过缓慢地增加原油产量,尽量做到两边都不得罪,同时实现沙特石油出口利益最大化。 这是最符合沙特国家利益的选择。 在没有得到沙特石油增产承诺的情况下,打压国际油价,限制俄罗斯的财政能力,也就无从谈起了。 目前中美俄日韩通胀率都位于不同程度的高位,油价下跌是必然趋势。 但这是工业国和资源国之间的博弈。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,双方都不会轻易地认输。 自从苏联解体后,美国通过数字中东战争,牢牢地把握着中东霸权。 可是进入2022年,形势已经急转直下,中东国家不再为美国马首是瞻,中俄对中东的影响力正在大幅提升。 俄罗斯对中东的渗透主要在于军事和地缘政治,而中国对中东的影响,主要体现在经贸合作和武器贸易。 如沙特、卡塔尔、伊拉克、阿联酋等中东国家,都是中国武器出口的重要客户。 在经济上,中国和中东的合作更是普遍。 中东是中国第一大能源进口地,也是中国中高端产品的核心输出地,如5G通信、储能、汽车、游戏以及高铁等。 中企在中东树立起了一张张响于中东的名片。 在中俄对中东影响力持续增加之下,中东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向东看。 最近就有5个国家亿余申请加入金砖国家,分别是阿根廷、伊朗、沙特、土耳其和埃及。 除了阿根廷是南美国家,其他4个全部来自中东。 这意味着中东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。 美国对中东的控制力正在显著下滑,而填补近来的恰是中俄。 正如拜登在中东反复发誓,美国不会离开中东,不会让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填补真空。 可事实上,这人越怕什么,越来什么。 拜登最担心的恰恰是正在发声的。 这样的口头誓言就像空头支票。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来源于实力,不是来源于誓言。 中东是全球最核心的石油产地,中东却没有强大的武装。 对中东而言,最好的选择永远是追随强者。 可如果地球上同时出现三大强国呢? 那中东最好不要选边站队,不要死包美国这一棵大树,抽出一只手来包中俄,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。 为什么中俄要联合? 因为只有中俄联合,才能改变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不公平的世界秩序。 如今这种改变正在发生。 这一次拜登是硬着头皮去了趟中东,但却暴露了美国的一个秘密。 硬着头皮好理解,但关键是什么秘密? 美国在中东很无力。 在多个场合拜登不断发誓,美国不会离开中东,不会让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填补真空。 但越是这样说,美国越担心什么,全世界都知道。 拜登此次行程可能会再次提醒人们,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争继续缩小。 这可不是我说的,是BBC说的。 世道真变了,BBC现在都不看好拜登,都在用尽泼冷水了。 现在美国正全力绞杀俄罗斯,但在中东却没有一个中东国家完全跟着美国走。 反而叙利亚完全倒向了俄罗斯,成为继俄罗斯之后。 第二个承认顿巴斯两个地区独立的国家。 为什么会这样? 一方面俄罗斯更靠近中东,中东国家必须掂量俄罗斯的分量,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。 中东国家看到了美国的自私。 比如阿富汗,美国在阿富汗打了二十年仗,但去年不管不顾就抛弃了阿富汗盟友。 那美国为什么就不能抛弃中东国家? 拜登以前一直对沙特骂不绝口。 但现在拜登有180度大转弯,欣然前往沙特和小萨勒曼友好会见,互相微笑碰拳。 这个超级大弧线,虽然拜登没闪着牢腰,但美国人却看得目瞪口呆。 为了利益,可以这样不顾老脸,也真是服了拜登。 所以拜登确实很焦虑,在出发前就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说,我们必须反击俄罗斯的侵略,使我们处于超越中国的最佳位置,要做这些事情。 我们必须与能够影响这些结果的国家直接接触。 首要对付俄罗斯,但也不忘拿中国说事。 我之前就说过,美国现在很恐惧的一点,就是美国在距今会神重返亚太。 在集中力量对付中国,但在中东,中国影响力却在扩大。 与中东几个重要国家的关系现在都很好,比如中国是沙特最大贸易伙伴,中国买的沙特石油。 据说是美国的三倍,中国和伊朗关系也很好,可以预见,一旦核问题解决, 中国肯定是伊朗石油的头号买家,哪怕是美国铁板小兄弟以色列,中意关系也非常好。 如果不是美国各种大帮打压,中意合作还会更加深入,为什么会这样? 这就是中国的外交一数。 你们是对手,你们是敌人,但不妨爱我们都是朋友,和其生财,我们一起做生意。 这样的中国,拜登能不及。